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于今日19时20分许 接获河东国民街口发生车祸事故 警方到达现场后了解是一台自小客车撞击4名新人 现场三女育男先送往医院救治 驾驶自小客车黄姓男子经警方实施酒册 超过法定标准值 询问黄姓男表示他现在连城区某咖啡厅自备挥视剂 在16时已久 于19时饮酒完毕后 欲开车回小岗住家时发生车祸 警方将依公共危险罪 以请高雄地检争败